第四回费汉帝陈流剑未谋 董贼梦得献刀 且说董卓欲杀袁绍 礼如指之曰 侍未可定 不可妄杀 袁绍手提宝刀 此别百官而出 玄节东门 奔济周去了 董卓为太傅袁奎约 辱职无礼 无看辱面 孤树枝 费力之事若何 袁奎约 太魏所献事也 董卓约 敢有祖大义者 以君法从事 群臣正恐 接云 一听遵命 焉罢 董卓问事中周碧 校尉武穷约 袁绍此去若何 周碧约 袁绍愤愤而去 若够之急 事必未变 且言是树恩似事 门生故立 便于天下 躺收豪杰 以聚途众 英雄因之而起 山东非公有也 不如设之 拜卫一俊首 则袁绍喜予免罪 必无患矣 武穷约 袁绍好谋无断 不足为吏 成不若家之一俊首 以收民心 董卓从之 即日差人拜袁绍为渤海太守 九月说 请帝生家得殿 大会文武 董卓拔剑在手 对众曰 天子暗若 不足以君天下 今有册文一道 一味宣读 乃令理如独册曰 孝陵皇帝 早气臣民 皇帝成寺 海内策望 而帝天资轻挑 威仪不克 居丧曼朵 否得祭章 有田大卫 皇太后教吴母仪 统政慌乱 永乐太后抱崩 众论获焉 三纲之道 天地之计 无乃有缺 陈流亡邪 圣德伟貌 规矩肃然 居丧哀妻 言不以邪 修生美誉 天下所闻 宜成红叶 为万事同 资费皇帝 为红农王 皇太后还政 请奉陈流亡 为皇帝 应天顺人 以为生灵之望 礼如独册壁 董卓赤左右 伏地下殿 解其喜寿 北面常跪 称臣听命 又呼和太后去 扶后赤 帝后皆豪哭 群臣无不悲惨 接下一大臣 愤怒高教曰 贼臣董卓 敢为七天之谋 无荡以锦穴见之 挥手中向简 直击董卓 董卓大怒 贺武士拿下 乃尚书丁管也 董卓命迁出展之 丁管骂不绝口 至死神色不变 后人有诗 叹丁管曰 董贼前怀费力图 汉家宗设伟秋须 满朝臣载皆囊括 唯有丁公是丈夫 董卓请陈流亡登殿 群臣朝贺臂 董卓命符合太后 并红农王及帝妃唐氏 于永安宫贤柱 封锁宫门 禁群臣无得善辱 可怜少帝四月登基 至九月即被废 董卓所立陈流亡流邪 婊字薄河 灵帝忠子 即县帝也 十年九岁 改缘出平 董卓为相国 赞败不明 入朝不屈 见旅商店 微服莫比 礼如劝董卓卓用名流 以收人望 因见蔡庸之才 董卓命指之 蔡庸不复 董卓怒 使人为蔡庸约 如不来 当灭辱族 蔡庸聚 只得应命而至 董卓献蔡庸大喜 一月三千奇观 拜卫适中 慎献亲后 却说少帝与何太后 唐妃困于永安宫中 依附饮食 渐渐欠缺 少帝泪不曾浅 一日 偶献双雁飞于亭中 碎云诗一首 诗曰 嫩草绿凝烟 鸟鸟双飞燕 落水一条青 莫上人称谢 忍望碧云深 是无旧宫殿 何人仗忠义 谢我心中愿 董卓时 常使人探听 适日获得此诗 来成董卓 董卓曰 愿望作诗 杀之有名以 遂命 李儒 带五是十人 入宫是帝 帝与太后 非正在楼上 宫女报李儒至 帝大经 李儒 以振酒奉帝 帝问何故 李儒曰 春日融合 董相国特上寿酒 和太后曰 祭云受酒 如可先饮 李儒怒曰 乳不饮曰 忽左右持短刀 白炼于前曰 受酒不饮 可临此二物 唐妃贵告曰 妾身待地饮酒 愿公存母子性命 李儒斥曰 辱何人 可待枉死 乃举酒与何太后曰 如可先饮 何太后大骂 何尽无谋 引贼入京 至有今日之祸 李儒催逼帝 帝曰 容我与太后作别 乃大痛而作歌 启歌曰 天地一息日月翻 弃万成兮退守翻 魏臣逼惜命不久 大事去西空泪山 唐妃亦作歌曰 黄天将崩溪后土颓 身为地基西命不随 生死亦露西从此必 奈何穷素兮心中悲 歌霸 相报而哭 李儒斥曰 向国力等回报 如等额言 望谁就焰 何太后大骂 懂贼逼我母子 黄天不幼 如等助恶 毕荡灭族 李儒大怒 双手扯住和太后 直窜下楼 赤武士 搅死唐妃 以镇酒灌杀少帝 环抱董卓 董卓命葬于城外 董卓自此每夜入宫 监迎宫女 夜宿龙床 长隐军出城 行到阳城地方 时当二月 村民设赛 男女阶级 董卓命军士为主 进阶杀之 掠妇女财物 装载车上 悬头千余科于车下 连枕海兜 扬言杀贼大胜而回 于城门下坟烧人头 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 月其校尉武符 自得于 献董卓残暴 愤恨不平 长于朝服内批小铠 藏短刀 欲似便杀董卓 一日 董卓入朝 武符迎至阁下 拔刀直刺董卓 董卓气力大 两手抠住 屡步便入 揪倒武符 董卓问曰 谁叫如反 武符邓目大贺曰 辱非无君 无非辱臣 何反之有 辱罪恶迎天 人人愿得而诛之 武恨不车裂 如以谢天下 董卓大怒 命迁出颇寡之 武符致死骂不绝口 后人有诗 赞武符曰 汉末忠臣说武符 冲天豪气 世间无 朝堂杀贼名犹在 万古堪称 大丈夫 董卓 董卓自此出入 常代 夹世护卫 石元少在 渤海郡 闻之董卓弄拳 乃差人 金秘书 来献王允 书略曰 卓贼欺天废主 人不忍言 而公自其跋扈 如不听闻 其报国 效忠之臣灾 绍金吉兵炼族 欲扫清王室 未敢轻动 功若有心 荡成奸徒之 若有驱使 吉荡奉命 王允得书 寻思无忌 一日 于是班格子内见旧臣俱在 王允曰 今日老夫剑祥 晚间赶去众位 道舍小拙 仲官接曰 必来祝寿 当晚王允设宴后堂 功卿皆智 九行述寻 王允忽然眼面大哭 仲官经问曰 司徒贵诞 何故发悲 王允曰 今日并非剑祥 阴玉与众位一叙 恐董卓建仪 故拖掩耳 董卓七主弄拳 社稷但兮难保 想高皇帝朱秦灭楚 言有天下 谁想传至今日 乃丧于董卓之首 此无所以哭也 于是众官皆哭 座中一人扶掌大孝曰 满朝公卿 夜哭道明 明哭道夜 还能哭死董卓否 王允示之 乃消其孝位曹操也 王允怒曰 如祖宗一时陆汉朝 今不思报国而返孝曰 曹操曰 无非孝别是 孝众位无一计 杀董卓尔 操虽不才 愿即断董卓头 玄之东门 以谢天下 王允必席问曰 孟德有何高陷 曹操曰 近日操屈身已是卓者 时欲成兼徒之耳 今卓颇信操 操因得时静拙 文司徒有七心宝道一口 愿借于操入相府赐沙之 虽死不恨 王允曰 孟德国有誓心 天下兴慎 遂亲自酌酒奉曹操 曹操历酒设事 王允随取宝刀与之 曹操藏刀 饮酒必 及其身辞别仲官而去 仲官又做了一回 一居散气 次日曹操配注宝刀 来至相府 问丞相何在 从仁云 在小阁中曹操进入 现董卓坐于床上 吕布视力于侧 董卓曰 孟德来何持 曹操曰 马雷行驰尔 董卓故为吕布曰 吾有梁州进来好马 奉先可亲去捡一骑 赐予孟德 吕布领令而去 曹操暗存曰 此贼何死 急欲拔刀刺之 据董卓力大 未敢轻动 董卓胖大不耐久坐 遂倒身而卧 转面向内 曹操又思曰 此贼荡休矣 急撤宝刀在手 恰待要刺 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 照现曹操在背后拔刀 急回身问曰 孟德何谓 时吕布以千玛至格外 曹操黄聚 乃持刀跪下曰 曹有宝刀一口 献上恩相 董卓皆是之 见其刀长齿鱼 七宝欠世 及其锋利 国宝刀也 遂地于吕布收了 曹操解窍赴吕布 董卓引曹操出格看马 曹操谢曰 愿借是一起 董卓就教于安配 曹操牵马出相府 夹边望东南而去 吕布对董卓曰 是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 即被喝破 故推陷刀 董卓曰 无意一知 正说话间 是李如智 董卓以其事告之 李如曰 操无欺小在经 只读居欲锁 金钗人网照 如彼无遗而便来 则是现刀 如推脱不来 则必是行刺 便可勤而问也 董卓然其说 即钗玉族四人网换曹操 去了良久 回报曰 操不曾回遇 乘马飞出东门 门利问之 操曰 成相差我有紧急公事 纵马而去以李如曰 操贼心虚逃窜 行刺无以以 董卓大怒曰 我如此重用 反欲害我 李如曰 此必有同谋者 待拿住曹操便可知已 董卓遂令便行文书 画影图形 捉拿曹操 秦献者 赏千金 封万户猴 倭藏者同罪 且说曹操逃出城外 非奔乔郡 陆京私立州中谋献 未守官军事所获 秦献献令 曹操言 我是客商 父姓皇甫 县令熟是曹操 陈寅半赏 乃曰 吴前 在洛阳求官时 曾认得辱是曹操 如何隐晦 且把来奸下 明日解去京师情赏 把官军事赐以九十而去 至夜分 县令换亲随人 按地取出曹操 直至后院中审究 问曰 我闻丞相 代乳不薄 何故自取其货 曹操曰 燕雀安之鸿骨至哉 乳记拿住我 便当解去情赏 何必多问 县令平退左右 为曹操曰 乳修小去我 我非俗力 乃为玉琦卓尔 曹操曰 吴祖宗逝时汉禄 若不思报国 与秦寿何意 吴屈身是董卓者 欲成奸图之 为国除害耳 今事不成 乃天亦也 县令曰 梦得此行 将遇何往 曹操曰 吴将归乡里 发搅照 照天下诸侯兴兵 共诸董卓 吴之愿也 县令闻言 乃亲是其父 扶之上座 再拜曰 公贞天下 忠义之士也 曹操一拜 问县令姓明 县令曰 吴姓陈 明公 自公台 老母妻子 皆在东郡 金感公中意 怨气一观 从宫而逃 曹操甚喜 事业成功收拾盘费 与曹操更衣一服 各备见一口 乘马头故乡来 行了三日 至斯利州城高县地方 天色向晚 曹操也 曹操以鞭指邻身处 未成功曰 此间 有一人姓吕 明博奢 是吴父接义弟兄 就网问家中消息 密一宿 如何 成功曰 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 入县吕博奢 吕博奢曰 我闻朝廷便行文书 捉辱甚急 辱父已避陈留俊去了 辱如何得至此 曹操告已前世 曰 若非陈县令 已焚骨碎身矣 吕博奢拜成功曰 小侄若非使君 曹氏灭门矣 使君宽怀安坐 今晚便可下踏草舍说罢 及起身入内 良久乃初 未成功曰 老父家吴好酒 容往西村姑 一尊来相待 言气 匆匆上驴而去 曹操与成功坐酒 呼文庄后有磨刀之声 曹操曰 吕博奢非吴至亲 此去可疑 当窃听之 二人前步入草堂后 但闻人语曰 父儿杀之 何如曹操曰 是已 今若不先下手 必遭擒祸 遂与成功拔剑植入 不问男女 皆杀之 一连杀死八口 搜至除下 却见父亦诸欲杀 成功曰 梦得心多 勿杀好人已 急出庄上马而行 行不到二里 只献吕博奢驴前 瞧玄九二平 手携果菜而来 叫约 贤职于使君 何故便去 曹操曰 被罪之人 不敢久住 吕博奢曰 无以吩咐家人 载一诸相款 贤职 使君何增一宿 肃请转其 曹操不顾 策马便行 行不蜀步 忽拔剑赴回 叫吕博奢曰 此来者何人 吕博奢回头看时 曹操挥剑砍吕博奢于吕下 陈公大经曰 世财勿尔 今何未也 曹操曰 博奢道家 献杀死多人 安肯甘休 若率众来追 必遭其祸矣 陈公曰 知而故杀 大不易也 曹操曰 您教我父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父我 成功默然 当夜行述里 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诉 喂饱了马 曹操先睡 成功寻思 我将喂 曹操是好人 器官跟他 原来是个狠心之徒 今日留知 必为后患 便欲拔剑来杀曹操 正是 射心狠毒非良事 操着原来一路人 毕竟曹操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